我要記得這個麥克風是假的 大家好 我們是勾勾手的團隊 然後我們三個今天都會分享一下 我是明星 然後她是浩宇 她是異皮 那是 我是明星 對啊 一開始的時候想要先小小調查一下 就是你在今天之前 就是有聽過勾勾手不只是小旅行人可以舉個手嗎 有人 好感動 那太好了 我們今天還有就是30位就是新的人 我們可以跟你們介紹這個全新的產品 那我們繼續 欸 我沒有嘴巴筆 好 那我們今天分享就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是什麼樣的一個活動 什麼樣的一個團隊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想從我們籌辦整個活動的時間走來 跟大家說我們在這中間遇到的故事 還有一些我們覺得蠻有趣的點 那首先一開始就是我們這個勾勾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講簡單一點就是我們是六個台大學生一起主動發起的 然後在宜蘭縣的深溝村舉辦的一個議題性的旅行 那我們自己會希望我們是扮演就是中間這個橋樑的角色 就是可以帶更多的大學生走出你的舒適圈 到一個你平常不熟悉的農村跟不熟悉的場域裡 去看看可不可以有什麼新的啟發 那我們之所以會強調這個議題性的旅行 就是希望可以在旅行的過程中就是更融合一些當地的人啊 或者是當地的事情進來 不管是跟當地人進行面對面的訪談 或者是就是在當地討論一些那裡發生的議題 就是他們的社會現象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是設定了三個議題 就是友善農業然後新型態的創業還有在地連結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跟這三個主題相關的行程安排 就是把大學生跟農村或者是跟社區之間的距離縮短 然後在這個旅行的過程中可以去探索我們自己跟這塊土地 甚至是我們跟自己未來植牙規劃的一個想法 可是通常我講完大家都會露出那種 啊這是你剛剛到底在講什麼的表情 所以就是我們就先來看一段我們之前活動剪出來的影片 就讓大家有一點臨床感這樣 謝謝吧 那一刻像是無形的紅 越來越能沉重 越迷惑 越迷惑 無盡的那個山上床 既然之間那種色彎 願意平均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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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 até nine 一 Crush i families 這樣管款 长梦里 愿风门 太阳烟 十字老公 城市 谁牵 愿渴望 目光 愿暖夜 愿不夸 偶尔重现 世事的场面 一切我给人计划 曾经一遍 愿美点 完美 愿破坚 愿危险 那是个庄园 中庄面之闻线 一分之变变 变成绪彩的缘 一切我给人计划 愿意美 愿不夸 像庄园 迷迷 指甲划的脸 那是个庄园 我们紧紧表演 同心是笑颜 愿望最难远 每一次一遍 永远都飘过红尘 又是新的一遍 啦啦啦 真正的一遍 或是新的一遍 真的吗 这一遍 太多了 哈哈哈哈 但他们比较短证 就是这些旅客 也不许好 其实可以有很多人 然后这次做 失去的话 慢慢也开始做的 这个卖客 我每次做的卖客 我每次都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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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 從小的角色 放那是誰 我們就會來看一種重要的 他在台裡面工作 並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會 從小的角色 放那邊 要睡醒一點 放那邊 好 這是我們的影片 之前參加某個工藝競賽剪的 所以時間超稍長 不好意思 那就是從剛剛影片 還有就是等一下下將 slide 的行程表可以看到 喔 不好意思 字有點不清楚 所以我們整個旅行的主軸 其實是照這個脈桌下去安排 就是有農務體驗 然後一些議題探討 還有當地人的對談 那因為希望可以加深這整個活動的影響力 所以還有一個行程說明會 會看一些紀錄片 還有一些比較心理建設的部分 那最後有一個新的分享會 是不管你有沒有參加這個旅行都可以來 就是希望可以讓更多人 就是聽到這裡面發生的故事 還有他們的改變 那接下來就從我們的時間軸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裡面的收穫跟一些小故事 就是首先要從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件事情開始講起 就其實是我們去到那邊之後發現 那其實是一個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 有別於傳統農村的一個地方 就其實現在很多台灣的農村在推友善農業 或是一些新型態的創業 然後像那裡有一個半農半X的觀念 是從日本傳過來的 就是希望你可能有一半的時間在當農夫 那你有一半的時間在從事跟你的興趣還有你的熱情相符合的一些工作 然後像是這個貓小姐食堂一樣 就是這貓小姐她平常是在都市裡當獸醫 可是她有一定的時間是在農村經營一間就是食堂 就像這個居酒屋的感覺 然後其實就變成一個是連結外地人跟在地人 就他們也可以在那邊喝酒吃東西 是一個很棒的場合 或者是像這個小間蔬菜 就是你們可以發現他的那個書 就是書本的書 不是那個vegetable的那個蔬菜 就是因為你可以在那裡拿你的二手書去換青菜 然後做一些就是交換動作 然後他也賣很多友善農業的加工品 那其實就是隨為一個大學生 然後去到那邊的時候就是會蠻shock的 就是同樣是一個我們想像中的傳統農業 可是他竟然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詮釋空間 就是那裡除了這兩個例子以外 還有很多就是蓬勃發展的人 那這個時候就會想就是可能面對我們自己的生涯選擇 或者是面對我們自己的專業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可能是就是更跳脫現代的框架 就他可能根本不是現在存在的選擇 但其實是我們可以去嘗試的 然後加上我們那時候去那裡打工換宿 那其實在內的生活跟在學校非常不一樣 可能在學校就是你會急著在成績上面 或是去刷履歷想要證明自己 然後就是很怕你慢一點的話就會被拋在後頭 不能去研究所啊不能去交換之類的 可是去了那裡以後才發現可能在就是那個田地上面 就是這樣子大家一起生活的空間 是可以讓你慢下來去思考你的人生跟你的生涯規劃 那這些跟土地或自然之間的連結 其實會給人蠻大的啟發 所以finally就是我們就想說如果我們可以帶更多人來 就是可能是討論一些農業議題不管是就是農社的問題啊 或是青年人口流失的問題 或者是只是單純的到那裡 就是慢下來去那邊體會生活 然後看看不同的事件 應該可以對我們自己產生很不同的想法 那這就是我們一開始想要做這件事情的緣起 大家好 我是皓雲 然後也有來分享就是我們狗狗手在籌備的過程中間 就是團隊成員一致認為都覺得想要分享給大家一句話 然後這張照片是我們狗狗手就是在舉行的時候 青松大哥在跟你們分享 然後青松大哥就是這個 然後他如果大家對新農業稍微接觸的話 應該都會聽過他的名字 就是他是一個 他是成大畢業之後到日本的研究所去讀書 然後10幾年前就是日本畢業回來之後 他想他就回到深公共的農村去想要就是從事新農業 那10幾年前其實是個蠻就是錢不見古人的時候 所以其實就是等於他要立牌之後 你受到外地的很多的就是壓力 不能諒解他為什麼要跑到農村去 就是放棄很多可能很好的高薪的機會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當初是怎麼讓你這麼執著說 你要回來這裡 然後他沒有馬上回答我們 他反而問我們說我們為什麼今天跑到他的那個 跑到他家裡聽他分享 然後呢在揭曉這個答案之前呢 先插入一個小故事 就是去年我去就寒假去日本 然後那個時候日本就是對我而言那個 日本是一個不在計畫中的旅行 就是我對日本的研究 然後我也不會日文 然後只是意外然後就跑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所以我在京都我其實看不到什麼東西 就是因為日本人聽到你講英文就逃跑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就是交流什麼 然後原本也沒有做什麼功課 所以我大概去那邊11天吧 然後到第10天的時候我就很疲乏 然後讓我隔天就要回家了 所以就特別想講 然後我那次在大阪燒的店裡面 然後就剛好遇到一個日本上班族 他會講英文 然後我就很開心就跟他講 然後他又很好客 然後他就說他知道我是台灣人 然後就跟我說我有個學長 研究所學長是台灣人 然後就立馬打電話給那個學長 然後把手機拿給我聽 然後那時候就是聽到就是你在外面 會聽到那個北京腔很多 就是在觀光的時候 然後就聽到台灣那種腔調的中文的時候 就差點哭出來 就是那種熟悉這樣 所以就是那時候就是 我就感覺到就是不管你離開家多遠 就是家鄉對你而言都是一個很熟悉的存在感 所以故事拉回來這裡 就是金雄大哥就是我們問他為什麼他堅持 要回到神溝做新農業 然後還有他問我們說 為什麼我們要到這個地方聽他演講 然後他給了我們這句話 就是出走是為了把最美的風景搭回家鄉 就是出走就是像信中大哥他去日本留學人 然後就像我們跑去他的家 想要聽他分享 還有就是像是今天各位想要住在這裡 去認識更多的人 就是我們不斷地想向外尋求 就是不斷地想要尋找就是更大世界 可是最終我們會走到哪裡去 就是我們一般看到的可能就是 大家可能到國外留學 然後可能國外有更好的環境 然後我們就決定可能在那邊找工作 然後就在別的地方留下來 可是如果回過頭來說 看我們這個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不管我們走多遠都會有一份情感 再來家鄉的話 就是這片家鄉剩下什麼 就是當初我們在長大的時候 他鼓勵我們 然後讓我們有能力向外走的時候 如果我們都拿著就是家鄉土地的養分走了 然後頭也不回沒有回來的話 那家鄉到底剩下什麼 所以信中大哥這句話給了我一個很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算是選擇吧 我不是說我可以選擇 我要留在我自己的家鄉 然後我覺得這句話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安心的存在 因為就是在這句話之後我往後的路上 我知道我不管去嘗試什麼做什麼事 我都知道最終我有一個就是有一個家鄉在那裡 然後我不管我學到什麼 我最後都要會成一個 就我會讓他在我的家鄉開花的結果 就是有一個坐標的 在那裡都不會變的感覺 所以把這句話在我們籌拜坡中學到了送給大家 然後接下來交給一平 好 那就是除了我們在那個農村農學道的事情 然後還有其實我們在路上有很多的困惑 像是角色定位或是影響力 我們能夠帶來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 然後還有一些城鄉文化 那我就從角色定位來分享一個故事好了 那就是我們一開始都很想要幫助這個農村 可是幫助的話是不是有可能是帶來消費農村的 很負面的影響 可是我們在一開始進去有一個活動 那就是讓大家去農務體驗 那我們二十幾個人去下泉 可能花一個早上三個小時的時間 我們幫友善農夫除草 那是因為友善農夫他不撒除草劑 所以他們需要大量的人力去除草 那可是我們這樣子二十個人進去嘛 那其實是大概他一個禮拜的就是工作量 那可是你想想看宜蘭可耕的水田有 一萬七千甲 那等於是我們這一 這次做的三個小時只有十萬分之一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 我們在想說那我們是不是要耗到十萬青年 十萬軍不進一間單車 然後才能說宜蘭這地方 全部都會變成友善的耕地 讓吃的人安心 那耕作的人也安心 可是我們就在想 那我們的力量怎麼那麼小 我們能做到的事情怎麼那麼小 有一個參加者就跟我們分享說 他腰痠被控了三十小時起來看到水田 還是剛剛那片水田 可是他完全看不出任何的影響 或是不一樣在哪 可是他跟我們說了一句話就是說 他知道他心裡深處不一樣了 他知道說他藉由這個農物體驗 他更了解這些友善農夫他堅持的是什麼 然後他更了解台灣的土地是多麼的寶貴 是要多麼的珍惜這個我們所生長的環境 那所以這個之後那個農夫他就跟我們說 不要擔心就是你不要用一個我來幫助你 農村很可憐我幫助你 我帶一群人進來我幫你做事情 不要用這種想法去看待農村 其實農村是很有生命力的 你只需要就是帶你那些青年人 讓不知道的人去了解這樣子的生命力 這樣子的價值到底在哪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定位 就我們希望定位就是我們是一個教育 是一個推廣讓大家可以來到農村學習 來學習這樣子的價值 所以我們希望扮演一個農村 跟外界可以良好共同的橋樑 那我們自己跟大家分享幾個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一開始也不知道 就是到底該怎麼做或是也很徬徨 那面臨農村問題更是 因為台灣農業是一個很嚴重的 怎麼講凋零嘛那政策也不支持 然後大家對他有負面的印象 那我們對於這種結構性的問題 其實我們真的很無力 可是就是建議大家說的 你面對一個問題就要去釐清他 就是用你的努力去了解他的結構性 背後的社會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問題 那從中找出自己能做的事情 像我們的話我們因為有大學生的同學們 所以我們可以讓大學生推廣這些農村的想法 然後農業的裡面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建議 就是希望大家就不要迷失方向 然後可以更勇敢一點 那就是我們未來 這個是我們的粉絲專業 還有我們有一個成果冊 那就是如果有興趣對農村一直有興趣 對打工換術或是一些體驗活動有興趣的話 那可以就是之後會後來找我們聯絡 那我們也有認識一些 在宜蘭做社區雲章的選擋節 那也可以跟我們一起聊聊這樣 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今天收穫很多 謝謝大家